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是《林昭雪书》的第13篇 农业集体化从1951年就以合作社的行驶小规模的开始了 至1953年有一半以上的农民被纳入其中 那一年中共中央宣布国家对粮食棉花和食用油进行垄断性的统购统销 之后集体化步伐加快 至1957年全国范围内几乎每个农村家庭都已被纳入农业合作社 几乎所有的城市企业都被国有化 计划经济已经牢固建立 国家完全掌控了生产资料和百姓的名声 1957年年底毛泽东预言中国将在15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 那一年冬天动员了一亿农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建设 开辟新农田 1958年全国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26500多个人民公社 一亿2000万个农村家庭操作 几乎是中国的全部农业人口被并入公社成为社员 公社通过提供食堂学校以及托儿养老把准备饭菜育儿等家务活集中安排 让妇女们从中解脱投入农业生产 在中共领导人眼中家庭已经成为多余 搞共产主义了 很快毛泽东就相信 如果钢田产量每年翻一翻 赶超英国工业产值的时间 可以缩短到三年或两年 结果全国动员了约一亿人 在房前屋后建造了一百多万个炼钢屋 所有这一切都为了表明中国可以通过大跃进 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反右运动已经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全面沉默 对毛的浩大喜功完全丧失了理性批评的能力 各地浮夸风盛行 纷纷虚报粮食产量 尽管粮食欠收严重 当地干部还是强迫农民完成粮食争购的指标 农村饥荒迅速蔓延 1959年7月至8月 在庐山举行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会议上 国防部长彭德怀对粮食产量的浮夸和极左的危害提出警告 毛泽东视之为对其个人的攻击 于是发起叛击 对彭和所谓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恶毒批判 国家对农产品的强迫争购 继续进行 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全面爆发 这样的人居然还躺在水晶棺材里面 我说了华夏是人类的地板 我们要承认这个 林昭最早是从张春元和他的南大右派朋友那里 了解到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大灾难 在甘肃省的一个村子里 那些右派学生遇到了一个卖肉包子的农民 他们买不起 但第二天听说 有人在包子里吃出了人的自家干 饥饿已导致人们吃尸体 有的一清而食 一子相食 本朝判断的事情 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子相食 这就是天朝的三千年代历史 把自家人的尸体与不认识的人调换 有人甚至吃自家人的尸体 有一天甘肃母村子一名老妇突然失踪 后来在他家的地调里找到 其儿子将他大谢八戒 其中一块已经不见了 张春元和他的右派同学们认为 对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崩溃 他们必须义不容辞地为民众 自建为民众的代言人 去披露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 这些学生组成了一个群体 致力于启蒙大众 特别是那些 可能接受他们意见的中共高级官员 1960年1月 他们走出了第一步 制作了油印的地下刊物 星火 其中登载了七八篇文章 披露大跃进的灾难 并且解剖毛泽东的奴役统治 同期登载的还有一些党内文件摘要和批示人民公社硬暗面的新闻 最长的一篇是林昭的诗普罗米修斯 受难的一日 星火杂志 封面 当时的封面 起初林昭对出版星火内心矛盾 一方面他看到了行动的必要性 反忧运动结束后 他写道 不满之后怎么办 小市民对现实的认识也能达到相当的深度 他们可永远只站在一边看忍破而说风凉话 对他来说 投身战斗与之不同 那需要真正的牺牲 另一方面 林昭对创建一个正式的组织心存疑虑 认为他们风险太大 他观察到共产党靠组织起家 故罪犯别人 罪犯计别人搞组织 他倾向于建立一个非正式的单线联络方式 对他来说 宣传品难免还有一些尽人皆知的道理 而秘密宣传品不仅对印的人来说是个冒险 对一切读的人来说同样是个冒险 最后他的想法被南大右派群体的大部分人否决了 他们行动起来印刷了新火的创刊号 也是唯一的一期 刊标是一对高举者的火把 他们用武山县原砖瓦厂留下来的旧油印机 秘密的印刷了约三十几份 在群体内部分享 创刊号的发刊词指出 中共统治头十年就进行了残酷的政治清洗 没有一个朝代这样的 本朝是政治清洗最残酷的 打倒彭德怀后又发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 种种道行律师已经证明 中共政权已经把全民的天下当作私有财产 而且对毛泽东进行偶像崇拜压制民主 其结果就是实行中央集权的法西斯统治 发刊词把中共的统治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加以区分 这样的独裁统治硬要称作社会主义的话 应该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 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类型 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他们还是有政治觉悟的 北欧的社会主义高福利高税收 其他文章抨击的大跃进 作者称之为大跃退 人民公社运动是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物质的精神的一切 所有实行彻底的剥夺 使人民依附它 并强迫以军事组织形式将农民编制起来 实行努力式的集体劳动 为了给下乡观察的领导干部们留下高产丰收的印象 农民被动员起来 在夜幕笼罩下把成熟的玉米从一块田里移到另一块田里 最后只能根据高豹的产量向上交公粮 至于全国范围的大链钢铁 文章称之为反科学的自然科学的复古 是政治寡头头脑发胀愚蠢无知的最明显表现 作者建议他们应该去以三岁小儿玩球 除丁召以外 所有其他参与出版新火刊物的人 都依然声称自己忠于社会主义 与丁召不同 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资源 只限于马列著作 有的在流放期间 还如鸡似渴地阅读那些书籍 他们反对资本主义 殖民主义 以及蒋介仁所代表的反动阶级 也就是他们天花板就是这个 马列 张智欣这种类型 支持当时南斯拉夫所宣导的那种独立的社会主义 宣称最终的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 他们还是想实现共产主义 新火的出版工作 让这群右派倍感兴奋 一方面是由于新火可能会启迪明智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由此进入了险境 除了定期出版刊物外 他们觉得有必要起草一个政治纲领 并取一个响亮的组织名称 有人提出随南斯拉夫的执政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启明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 1958年南共联盟代表大会通过了钢瓶草案 提出了对国家官僚主义和国家极权主义的批判 林昭在人民大学资料室工作时得到了该钢瓶草案的印本 并复制了一份给这个群体 也有人提出中国劳动农工同盟 尽管林昭有所保留 还是被指定与另外两个人共同起草一个政治纲领 这个可是反革命罪啊 死刑 后来派了20年 到了1960年4月 他们已整理出泥灯仔新火第二期的八篇文章 进一步反驳官方官宣 同时也紧急呼吁人们团结战斗 为我们不至于饿死 把那些杀人统治者 在我们面前横行霸道过的畜生统统消灭绝 其中一篇街内感人的文章 取一个青年农民平白的口述形式 春寒尿翘的三月一个凌晨 启明星还在地平线上闪动 他就被肥头大耳凶狠的生产队长 这又地主压迫农民了 风水的扭转 哨声吹醒 他试着移动一下自己那饥饿难堪的身体 可只感到身体像被十二捆疲倦的麻省捆在了床上 在身口所圣所无几的身口盆里 农民们集中抱到又一个一个东到西歪的瞌睡过去 一个十一岁的男孩瞌睡着一头栽到了一个土包机里面 脸上砸出了血却哭不出声 甚至连哼的一声都没有 现在我们都不流泪了 那位农民解释说 我爹临死的时候 直瞪瞪的望着墙上的毛主席像 真的是被略出感情来了 党国略我 千万别 我爱党国 如初孽 我没有那么变态 又望望妈妈和我 可是我和妈妈连一滴眼泪都没掉 不过妈妈叫我把那像撕了下来 他自己那时已经饿得不忍起床了 这样的见证 让住在上海还没挨过饿的林昭 感受到了甘肃农村的凄凉状态 也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朋友 被流放到甘肃北大右派刘发青 196年来春 刘发青正在饥饿中挣扎 突然接到林昭的一封男性 内装七张 共计35斤的全国粮票 这把他给救了 信中说自己个子小 不需要太多的粮食 留毒性时哭了 那几张粮票帮助他撑到了夏天 那时饥荒最严重的阶段才算过去 林昭原不打算堪映他的常识海鸥 但他们却决定将他排入第二期的新货 与南州大学的朋友们相比 林昭对诗人起的作用较为怀疑 反而把他自己给搭进去了 这些人真实的 他们都没有政治考量 单从一般目的的进行鼓动 其所起的最大作用 不过是宣告自身之作为 现实反对派的存在 然而这种宣告 本身却是并不必要的 不过他最后还是迁就了他们 此时他参与的大多 在20多岁的右派群体中 有着远大梦想 他们把一篇批判人民公社的文章 赢了三百份计划寄给中共一些高层领导 后来遇到了实际困难 就决定改为印发给全国公社书记以上的干部 他们还是有政治幻想 去唤醒他们认识的中共对农民的奴役 以及大跃进的愚蠢和残忍 并唤起他们英勇的反对毛泽东的暴政 舔屁股还来不及呢 所以我就觉得 中国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几千年没找到核心 是无审认 是道德和价值观的混乱 这些学生梦境大胆而振奋人心 犹如临遭普罗米修士 受难的一日末尾的描述 远远的在沉睡的大地上 暗黑中出现了一线光明火 普罗米修斯微笑的响着 痛楚饥渴 煞食都忘个干净 那一点化成三点 七点无数向大群 飞银在原野上落定 这么多了 好快 连我都难相信 他们就来自我那里 小小的火星 拜你火点难了千百万亿处 光明 你的生命力有多么旺盛 难烧吧 火 别再困在囚禁中 难烧在正义战士的火炬上 指引他们英勇的战斗行军 把火种撒遍到万方万处 直到最后一照都凯旋得胜 难烧 或啊 难烧在这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 如此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 终于来到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 欢腾 这就是他的普罗米兽斯的常识 结尾处 这一梦境让人迷醉 但辛苦的梦想者们 很快就被意想不到的事件所惊醒 1960年5月 张春元的旅友 该群体的另一位核心成员 盘铲雪 企图越境逃亡香港失败 张春元想出一个大胆的营救办法 他拿着一本假的公安局证件 走进了关押旅友的看守所大门 结果却以悲剧收场 警方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 当场将其拘捕 他也是为爱情而死 与此同时 甘肃省公安厅收到了 两个被下放右派的告密 他们发现了这个 南大右派群体的一些活动 向当局卷举这个可疑的反革命组织 你看看狗咬狗 商鞅主义的延续 百朝百代皆情之 狗咬狗 受害者出卖受害者 右派出卖右派 厉害 宁昭的朋友们在 谭产雪和张春元被捕后 感到形势不妙 迅速烧毁了新火的第二期的一些稿件 但不可避免的结局终于来临 九月底 武山县共33人 包括当地所有参与出版新火的人 全部被捕 其后还有更多的人受千年被捕 10月24日 公安人员突然出现了林昭 位于苏州的家门口 那段时间父亲偶尔来看他 当天他目睹了林昭被逮捕和警察抄家的情形 难难自语道 我们家玩的 1949年政权更远后 彭格言因曾当过县长而禁欲不佳 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这是黑五类中最严重的 历史反革命 泄行反革命 资本家地主 坏分子 我父亲家是地主 我母亲家是资本家 后一直找不到工作 还被列为拒绝认罪的反动顽固分子 他的照片配上有关他的政治背景的侮辱性文字 被醒悟地贴在街道上 布告栏上 这就是共产党干的事情 1952年 他与许宪明离婚后 贫困落魄 有时跟着做佛事的老太太到人家里念经 为了事换一顿饭 他的古典文学修养 与现代西式教育成为遥远的记忆 也许他的孩子们 尤其是林昭能给他一些希望 但那一天他意识到 林昭追随共产革命所带给他最深的恐惧 已经变为现实 1960年11月23日 彭国炎吞下老鼠药 缓慢而痛苦地死去 好 谢谢各位 这个第四章这个星火就读完了 我们下期来读第一章 他父亲自杀生长 在他逮捕的时候 好 感谢各位收看十字堂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也同时感谢您订阅我们的会议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